经历了五个月的奋斗 卑鄙和黄轩的新剧《创业时代》 最近终于杀青了 有网友曝光了他们在藏区拍摄的片场花絮 视频中卑鄙拼命发出一声呐喊 从脚腕到脖子都在用力 却仍然被导演喊他 笑得也是real尴尬 卑鄙本人也在微博晒出杀青美照 真正是风景绝美 人更美 小巴哥还发现 卑鄙连笑起来嘴角的弧度 都和黄笑名越来越像了 不过经历了藏区的风吹日晒 乌里辣妈依旧腹白貌美 甚至自带杂志造化风 像站在了背景板前 就让不少网友质疑 这是全程带了修图师吗 还有人调侃说 看到筷子腿下面这一双夸张的大脚 修图师傅应该扣一个月的鸡腿 生了娃之后的baby依旧有着少女言 不过最近却有网友翻出 09年辣妈还是真少女时 登上香港综艺节目的视频 力证那时才是baby的颜值巅峰时期 上节目时baby的出场很惊艳 然而小八哥的注意力 却一秒被baby证明出的中文翻译给吸引了 当年身穿利润牛仔裤蓝衬衫 开展了头发留着齐刘海的少女baby 充满了萌媚志的娇羞感 在节目中和硬彩儿比拼吃辣 虽然辣到暗自流泪脸上笑容依旧在见 也是够拼了 只是说起下厨baby这回应也是太耿直了吧 然后今天煮些什么好吗 只要不会烧着厨房 我已经很开心的了 难怪平时秀恩爱的微博里 都是小明哥在厨房里寂寞的被子啊